在劇場裏面做一首 發表一首詩 好像很容易會變得很悶 他裏面說的是一個 我們不是很認同 但又好像很熟悉的 一個澳門中區的景象 有很多對比性很大的畫面 同時存在澳門那裏 我小學讀過三間學校 有兩間都是要搭跑車 還有是搭一段很長的路程 放學搭跑車的時候 就是黃昏 而他裏面說的話 亦都是我搭跑車的時候 一路會經過然後會看到的 信念其實可以很多種 但現在我們是否 我們相信的東西是越來越少 或者顏色越來越單一 我選的這首詩就是叫黃昏 七月二十至二十一號 晚上八點 連勝街四十七號 思義勞動 在旁邊 三個月 最快的 兩位 一位 一位